歡迎收看小資女夯什麼 那請問一下老師你本身會有什麼困擾 因為其實我白天工作嘛 那我晚上其實就在半夜的時候 我就會寫一些稿子啊 我在電腦前面工作時間就會比較久 而且我已經習慣半夜比較有想法 有靈感 對那你想說你已經在半夜的這個時光裡面 時空裡面 你不太可能把家裡的燈開全亮 對 因為你要有一點 那個feel就不對了 有一點晚上的氛圍 你應該是有配酒吧 沒有 在家裡不喝酒 對 然後你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你就會可能第一個視力的問題 視力會越來越不好 因為我會電腦螢幕就一定會有光 然後你家裡不是全亮 當然也是會開燈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熬夜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工作起來那個 想法一旦靈感比較豐富的時候 是 有時候可能就會到四五點 忘記時間 對四五點之後你可能白天 八九點要起來 十點要工作 九點要工作 等於時間說明就會比較短 所以呢就會比較容易什麼 毛孔粗大 因為我剛剛有跟大家講就是 你身上腺素一旦分泌 毛孔就會變成粗大 雖然我是乾性肌膚 不過我還是會有 因為半夜熬夜造成容易出油 毛孔粗大的問題 那當然男生的腳脂板 就是比女生比較厚一點點 毛孔也會相對的比較大一點點 當然 所以呢我就會覺得說 我的文明病就是可能眼睛的問題 然後可能局部這些地方 鼻頭啊 然後淚溝旁邊這邊就是會有一些毛孔的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不是很好看 對 而且你又靠臉吃飯的 沒有飯的 其實我當天跟老師講完我安心多了 就原來老師也有這些問題 原來他也會 他也一樣 就像營養師他會說你要吃什麼很營養 不過還是會享受美食嘛 對 就一樣這樣 因為人生沒有那麼苦短 不過呢我們可以利用好的方法 來改變我們這些影響的狀況 真的 所以你一定有秘密法寶對不對 對 所以我今天有帶來一個呢 名字很可愛的東西 它是一款面膜 這個面膜呢叫做變臉貓 UNICAT 金鑽礦物女神面膜 哇哇 好厲害 變臉貓耶 那你變臉 然後裡面也有金鑽 又有女神 又有女神 有女神 很方便 就是我手上這三款 好漂亮喔 你都在家偷當女神沒關係 三個都不同的功能 它三種呢 第一個就是有修復的功能 然後另外一個呢 這一款是針對亮白透亮的 然後藍色就是針對保濕的功能 那這三款呢 最基本的都是幫你做到什麼 清潔 毛細孔裡面的髒東西 會幫你一個一個拔除 我會幫你利用它 待會敷 我待會會敷給大家看 就是有敷的過程喔 然後你會把它拔除 那重點是呢 因為我剛剛講到它是變臉貓 女神 女神很重要 所以女神喜歡敷起來的時候呢 有那種比較清新舒緩的味道 尤其是大家可能敷這種面膜 都是半夜晚上的 對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本身呢這一款 水光的保濕面膜 它是小蒼藍的味道 我最喜歡小蒼藍 對 小蒼藍 對 然後這一款呢 它是光透透亮的 它裡面是玫瑰花香 對 玫瑰的花香 然後呢這一款呢 修復的呢 是杏桃花跟蜂蜜的香味 喔也是一個經典口耶 對 所以它這三款味道都不一樣 然後旁邊也有 你們也可以拿起來看 而且這樣感覺 真的做得很好耶 在敷面膜好像在噴香水一樣 對 而且呢它在敷的過程 它就有深層清潔的功能 然後呢可以幫助你的肌膚呢 拿到徹底清潔毛孔的髒污 那你想喔 如果我本身 有在做到這樣子的 一個幫肌膚呢 做好很好的代謝 把這些東西把它清除 你會發現你的肌膚呢 就比較不會像剛剛小優之前有提到 就是你以為自己卸東西也乾淨 對 毛孔裡面都乾淨其實不會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法寶呢 來幫助你做到正常的代謝 那因為呢 這一款面膜它有一個特點 最基本 因為它敷上去 它透過它裡面所謂的結段的礦物 本身它要跟你的肌膚呢 做到很好的撇合跟結合 所以呢 如果你正常你的肌膚是比較乾的人 你要敷到三十分鐘 然後如果你皮膚 那皮膚比較油了 是不是毛孔裡面的油脂就更多 可能粉質堆積就更明顯更久 這些可能就要敷到五十分鐘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它這個面膜要敷到半乾的意思嗎 因為時間比較長的關係 對一定要敷到三十分鐘以上 因為一般的面膜是十五到二十 就好 就要拿下來 因為一般的面膜大概敷到乾的時候 就讓我們的皮膚是不好的 會有細紋的產生 對不對 然後這款面膜比較特別 它是一款可以徹底清潔你毛孔裡面的髒 然後再依照每一個人的膚質狀況 你可以選擇你要保濕要修復或亮白 所以它一定要敷到乾 你敷到乾的時候 透過裡面有一個金鑽的成分 的礦物成分 幫助你把毛孔裡面的一些可能油脂啊 或一些可能白頭粉刺 黑頭粉刺把它抓緊 那我乾的時候 我才能抓好這個粉刺把它抓住 帶走 我才能把它拿出來 對 所以它一片一片就是長得像這樣 它因為它在敷的過程 一定要超過三十分鐘 所以呢 我今天有很貼心的 幫大家準備一個小幫手 小幫手 他已經幫我們示範了 已經在偷敷了 怎麼有這回事 對 它可以給你們看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緻耶 然後我們的小幫手 就是歡迎這個Casey 嗨 嗨 嗨 你有沒有發現它敷起來是看得到皮膚對不對 咦 它的質地是不是跟一般的面膜比較不一樣 它是微生物面膜 微生物的纖維面膜 是已經敷了三十分鐘 對 已經三十分鐘 那這個微生物的纖維面膜呢 它大概呢 它的厚度 它的薄度非常的薄 它只有0.18 對 0.18厘米而已 0.18厘米 算是跟皮膚等於是第二層皮膚的感覺 對 而且它是獨家手創的0.18厘米 所以你敷上去之後呢 幾乎就有點像隱形面膜一樣 是 那其實你在家裡還是要做一些家裡的事情嘛 所以你可以敷了再去做一些事情 它也不會掉下來 對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追劇啊 你可以敷著它看一集剛剛 是 那也就是讓它吸收 那我本來說呢 它是號稱史上的最輕最薄最水嫩的面膜 因為你拉下來之後呢 它不會乾乾的 是喔 很特別 它從外面這樣子乾掉而已 所以它是一個3D的立體的這個網狀的結構 加壓的結構 你一旦加壓之後呢 我才能幫你的毛孔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把它拉緊 對 對把它吸出來 所以這個鋪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幾乎就會變得非常Q彈又保濕 那我們現在放在Casey鋪的時候 你摸 這邊已經完全乾了 對 全乾了 那全乾了之後呢 要怎麼樣子把它取下來 你可以用 有特別的手法嗎 有特別的手法嗎 硬取好像也會傷皮 對 你剛剛不是說有三種顏色嗎 對 一個是透亮 一個是保濕 一個是修復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極潤修復的面膜 或者是極潤修復的代謝面膜 然後你鋪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一點水 然後呢 如果家裡有水槍也可以 就是稍微 對 稍微噴一下就會比較方便 那你沒有水槍的話 你就可以到你的這個水龍頭前面 稍微把它拍濕 對 有點拍濕就好了 不用到非常非常的濕 主要是把它拍濕 這樣子好 然後其實Kelsey的皮膚也不錯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 你拉下來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這些 可能毛孔裡面的東西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 就覺得好像自己的皮膚也還不錯 其實這些呢 毛孔裡面的這些代謝能力呢 還是要相當的注重 才不會造成長期造成因為這些 堵塞的 對 長期你不去管它 造成你皮膚會越來越暗沉的一些問題 好 這樣拍完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從我們的下巴的地方 就是正常去 不要從下面 是從下巴 都從下面直接沉下來 對 我們都隨便這樣拉下來 都從下巴的地方 這邊你就從旁邊開始有一點點 輕輕撥 先把它輕輕的撥開 那因為剛剛我們有拍一點水了 所以呢 你在拉的過程呢 你就會發現它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輕輕的撥 而且其實 你在撕它 你會有點快感 因為你把東西拿掉 感覺會有 像這個以前 粉絲的感覺嗎 對 然後就這樣輕輕的喔 然後往上 它真的好薄喔 很薄對不對 對 就很像第二層皮膚乾掉 敷下來的感覺 然後把它吃掉 對 很像是輕輕的 哇 好像在脫皮真的 它鼻子好嫩的感覺 不是 重點是它撕完之後 你有發現它的 臉的皮膚好像新生肌 對 超好亮的 對 很亮的 因為它舌脫皮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開始的肌膚 因為開始 是最愛美的動物 因為開始的皮膚應該算是蠻好的 好亮喔 對 你會發現它變得很亮 因為為什麼呢 像我幫他敷了這一款 極潤的這個保濕的修復面膜對不對 這修復面膜裡面它 老師你這一片可以借我們看一下嗎 好神奇 你真的很像人脫皮的東西 對啊你不覺得嗎 它裡面有這個微量元素的海洋水 可以淨化代謝 對 加強肌膚的修復的功能 然後最主要裡面還有添加金斬花 有針對舒緩跟鎮定滋潤肌膚嘛 然後裡面有抗敏的三生泰 可以幫助你增加肌膚的抿育的防禦能力 然後裡面還有白夏菊 如果是比較敏落性的肌膚 尤其有些人肌膚可能比較乾 那可能我敷完之後 我又有做到清潔嘛 它可以幫助你減緩這些可能舒緩的問題之外 還可以幫助你放鬆你的表情 所以你會發現敷完之後 皮膚變得比較細緻有沒有 真的皮膚很暗的感覺 好帥喔 還有蘆蕙可以保濕 然後它美肌的菌種 美肌的菌在裡面 可以改善一些暗層跟細緻毛孔 還有撥尿酸跟膠原蛋白 你自己摸呢 很Q對不對 他嘴都裂到最懶 他感覺很開心 大家可能會有一些你是不是說乾掉 是不是拿下來不太乾 對 其實你可以摸摸看這樣子 它皮膚是嫩的 沒有我們這樣看就看得出來 我們這樣看就知道 皮膚是嫩的 它感覺是很滋潤的 很滋潤的 而且很有彈性 然後這個是針對呢 它本來皮膚就還不錯的感覺 那問題是有一些人真的毛孔比較粗大 對 有一些人真的是很明顯看得到毛孔的問題 這些可能毛孔裡面的髒污的 這個囤積累積的時間就更多更久 所以我今天也有帶來一個 這個就是 也是我們這邊的辛苦的工作人員 他真的是 你要拿嗎 你這是要那個 累積很久的 好可怕喔 然後我們剛剛也是 你這好像是劍士科要拿出來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們 到底要看什麼 這是我們剛剛的節目前 這應該是男生孵過的吧 我們剛剛節目前就叫他孵了 因為男生毛孔比較粗大一些 節目前就叫他先孵了 然後他撕下來我還沒有泡到水裡給大家看 這個大家可以泡水裡稍微檢查一下 因為他會浮出白點點 白點點就是你的髒污 所以他會在不同的部位 會有不同密度的白點點 下巴地方就會比較多 對 所以這種東西是見識可以出來 就是知道這是你的點 因為這你泡就知道是誰的 你可以把髒東西用出來 你泡一下就知道他會看到很多小白點 有看到嗎 這什麼 然後他的梯子部位那一塊 有看到嗎 全部是白色一點一點的 然後他的兩個角 有 有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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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誇張 他不是整張會有 他會有在每個人不同局部的地方 會白點點 我剛剛以為是會掉到水裡面 不是不是 你發現了嗎 他是會吸附在那個裡面 是你稍微 我看到了 有看到一下嗎 我們現場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有沒有 對 你看他眉毛上方就沒有什麼 他額頭中間 好餓喔 他就是白點點 那些都是老廢的角質 對 還有一些粉絲 我跟你講 除了這個之外 好可怕 好可怕 誰啦 還真的好險 有這個節目的 這個製作的小結 為什麼 因為我叫他 他把名字講出來了 沒關係 因為我剛剛叫他節目前 補一次對不對 因為這個之前就已經有先給他試 因為他本身毛孔很粗大 對 很適合用這種 我就說你第一次敷完你要把照片拍給我 他說沒問題 好 我給你看他第一次的 所以他皮膚是變好了以後了 你看他第一次的 好噁 這什麼 天啊 他人生有沒有敷過臉 怎麼會這樣 我們請在這個節目把這張照片 insert上去好不好 好慌張喔 你有沒有看到 第一次 那我們剛剛看的那張是他已經前面有敷過 這是前 可能前一個禮拜就先 先敷過一次了 所以這已經是改善版了 對 那這是第一次的 你有看到第一次嗎 有好驚人 他滿滿密密麻麻的點點 這是頭部片吧 你看到滿滿的 其實我也好想要這個面膜 因為我自己很愛用這個面膜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自我可以檢視 你第一次敷完之後乾掉之後 你欣賞完自己的美貌之後 趕快泡到水裡面 就發現說原來我剛剛在30分鐘 你也會有 也會有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啊 你自己看自己的表面 像沒有東西 我不要再看了 可是因為這個面膜 因為他要敷30到40分鐘 他才可以幫你整個抓出來 所以為什麼他需要這麼長身 很多人就是說 為什麼要到30分鐘 為什麼要敷到乾 對 它的功效才能發揮到最大值 所以要有一點耐性 對 因為你去給人家做臉也要一個小時 對 對不對 可是你不見得可以看得到這些成果 對 可是你自己在家敷完之後 你自己可以吃的 你自己好好欣賞 吃著這怎麼買 對啊 這個官網就有 官網就有 大家真的很好 對 大家可以上網去搜這個 便臉貓 就是 這都會便臉貓 然後呢 Casey你剛敷完 你看他現在皮膚還是亮的 超亮 他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他笑得好開心喔 我覺得還蠻保濕 就是一般敷完可能會 水分蒸發 然後就會覺得 緊繃 對 可是直接就是 給我感覺就是 感覺還是很保濕 你會覺得很彈彈的感覺 有 而且他的皮膚變得很滑 就感覺很像毛孔 然後因為我剛剛幫你敷的是這個修護的嘛 修護的話就是有這個杏桃花跟蜂蜜 又香香的 就有淡淡的那種清香 很療癒 很療癒 好好喔 就清香的味道 所以你在敷的過程就會很舒服 很療癒 所以我覺得你就看你的膚質啦 你如果說你真的 自己針對需求 乾燥的人就可以敷這個黃色的 然後你只要基礎保濕任何膚質 要美白啊 對就可以敷這個 然後任何膚質想要亮白 你要透亮就可以敷這個粉紅色 老師像我肌膚很甘心 就是用黃色的 對黃色或保濕的也可以 那當然這個你也可以敷 就是說你可以先保濕 然後你敷一個禮拜 再換另外一個 老師有建議多久敷一次嗎 而且我之前有看過類似這樣的味道 他要敷超級要敷兩個小時 對好像 對 所以大概就是可以用一到兩次 好 那我覺得到兩次應該是很油很油的 肌膚再兩次啦 不然基本上一次就夠了 對 但是我覺得很甜 所以就是你在敷的時候 可以做任何事情 會掉下來 因為你敷了第一次 跟你再過一個禮拜敷第二次 你會覺得每一次都不一樣 因為結果會不一樣 對 那你敷到最後就說 哎呀我的皮膚很漂亮 越來越好 你會改善 對 到最後說 哎呀怎麼都沒有白白的 對 那一張 因為剛剛看到這次 這好可怕喔 這是第一次 這是密集恐懼症嗎 這第一次 真的好可怕喔 然後我剛剛 我剛剛這一張呢是 剛剛我就說 你最近不能再偷敷喔 就是我們今天要錄影 不能偷敷 對前面你再敷第二次 你看就還是有對不對 但是已經改善了 但是已經進步非常多了 原本太可怕了 對 你這根本不是變臉 原來你要買個一張 對啊 這是換臉吧 這 它需要買個一打 是不是很可怕 全年份 然後因為它本身裡面 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它吃下來又那麼保濕 那它怎麼清潔對不對 對 口線可能就對這個可能還是有點小小 對 疑惑 因為它本身裡面有這個金鑽的微礦 它是一款金鑽的微礦物面膜 所以它本身這個微礦物面膜 它是微生物的礦物的面膜 所以它本身就自帶清潔功能 它把它清掉 清掉 然後就是吸附在你這個面膜上面 乾掉之後再拿下來 這樣就好 其實我們私家是看到錄定嗎 不是 它就是除了五官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粉絲 是啊 它人身沒有別的東西欸 你臉上有多渣 它也是哪一位 我剛剛 一定很多人都很 小心一點過嗎 一定很多人都很 沒有 而且我跟你說 很多的男生不可能是被包養的 我去包養 你老公包就知道了 他自己才會嚇到咧 我好好奇喔 我覺得很多那種男生騎車的男生 一定更可怕 對 三套了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Sam老師 還有小優 其實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們自己 所謂的文明病的困擾 那現在的人呢 我覺得 在享受便利的生活之餘呢 其實我們更要好好的保養自己 雖然呢是小獅女 但是我們要用更有效 更方便的方式呢 來好好的保養自己 所以呢 請繼續鎖定我們的 小獅女夯什麼 下次見拜拜 拜拜 拜拜 我白白的聞到沙拉油耶 沒有的還在油 好